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我就转了一条立歌脱口秀的节目 加上了一条评论 躺在床上笑尿了 我厚着脸皮夸了自己一下 结果呢 我妈看到了 老人家二话不说呀 从老家给我积了两套床背 我就奇怪了 我就现在我这有暖气要背着干啥呀 给我积什么背呀 我就问我妈怎么回事 我妈说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啊 这么大了你还尿床啊 能不能让我省点心 笑一笑 我就笑尿了 那哭一哭 那还不得大小便实锦呢 然后呢 经过这件事之后 我就把我爸 我妈的朋友圈全给屏蔽了 请原谅儿子的不笑 啊 因为我实在是解释不明白了 后来 我爸我妈啊 发现我屏蔽了他们 结果给我一顿谩骂呀 在亲亲长辈面前说我 跟他们怎么不亲了 啊 但是我老家的二大爷 就特别的理解我 总帮我说话 说呀 有时候说话不清楚 啊 真能害死人了 为此 我特别感激我二大爷 我就想跟我爸说 啊 你看你这上次数人 我二大爷特别开朗 你们就不太理解我 我爸就跟我说 你那二大爷开朗 那都是吃亏吃出来的 怎么回事呢 我那个二大爷啊 有一回进城去看病 老人家一进医院了 两眼一抹黑 不知道怎么看 就问护士 护士说先做那个检查 那我二大爷就问了 怎么检查呀 护士说 验血 验尿 验大便 然后冲完血 取了尿的样本 大便的样本 护士在那 是左等 右等 怎么也看不着我的二大爷 等了好久啊 我的二大爷终于出现了 护士发现 血的样本没了 尿的样本也没了 就剩下了大便的样本 护士就奇怪了 说 大爷 你的血的样本和尿的样本呢 我二大爷特自豪 玩这一转 说 你不说验血 验尿 验大便吗 我都给验了 就是啊 这个血验了 噢 这颗尿也验了 这颗大便了 我实在是验不下去了 你说我这个二大爷 你倒是整明白论才验的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利哥脱口秀 天天巴里斗 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